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本期光影星播客黄景瑜 大家好 我是黄景瑜 很高兴能够来到光影星播客 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电影 这一次我为大家带来了两部 我的最新电影作品 其中一部是爱情喜剧电影《枪跑腰花》 这也是我的电影处女作 片中我与实力派演员王千元 人气女神陈奕涵等演艺前辈合作 相信看过之后你一定会大呼过意 我的另一部作品 《红海行动》与《枪跑腰花》的风格截然不同 是一部爱国主义动作片 影片辗转了十个地区拍摄 运用了海陆空 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形式 相信一定会燃爆你的荷尔蒙 我是黄景瑜 请大家走进电影院中 多多支持我的最新作品吧 岁月不虚度 人生虚挑战 今天我就要为大家推荐一个 疯狂的公益挑战 它是由电影频道 中国扶贫基金会 北京昌平区人民政府 共同发起的北京善行者 公益徒步活动 参与者需要四人组成一队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50公里 或100公里的徒步挑战 同时号召身边的朋友 捐款助力贫困地区的儿童全面发展 报名登陆官方网站 3w.善行者.org.cn 或关注扶贫善行者的官方微信 让行走更有爱 9月9日居庸关长城 以爱之名携手同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光影新角度 我是郭伟 那今天这位嘉宾呢 不仅是在颜值上非常高 当然现在实力呢 也是非常的优秀 让我们欢迎 事业蒸蒸日上的黄景瑜 给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 光影新播客的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黄景瑜 这次呢 其实是带着两部作品来的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枪炮腰花 这个戏当中的这个角色 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 是在这个人物定位上 是属于那种比较顽固的 还是属于比较皮一点 还是那种乖乖的状态 其实是一个家境不好 然后生活条件很差的一个 社会底层小青年 我觉得还是一个正能量 还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这个戏当中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 枪炮腰花里的好玩的事情 枪炮腰花 我们有一场戏是 有一百多只羊 然后我跟羊有好多场戏 所以每天我要跟一百多只羊 打交道 这个确实是特别特别的 有难度的 而且我小时候其实没放过羊 羊都是扎堆嘛 你只要带走它的领头羊 它们都会跟你走的 所以这个学习的过程 还是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你的演艺事业 是在为自己加分的 因为每一部作品好像都是 给我们传递着不同的正能量 接下来这部作品应该是叫 《红海行动》 是爱国题材影片 对 《红海行动》 是一部爱国题材的 现代战争片 它主要讲的是 我们中国现在 特别特别厉害的 海军特种队员的故事 但是之前我们看 博大的另一部作品 《湄公河行动》 是一个不管在演员体力上 还是脑力上 都是非常受损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一次呢 自己参与这个团队 是不是也是感觉上脑细胞 也是时刻警惕 其实还好 因为我演的是狙击手 狙击手就是大部分时间 都是固定在一个地方 锁定敌人 然后我可能更多的是要一些 比如说爬高 比如说在房顶 或者说在一些那种 我们在国外拍 它在国外的那种 很小的山路走道里 然后在上面奔跑 只要这些多一点 那最后呢 也给观众朋友们来推荐一下 这两部作品吧 《枪炮腰花》 《红海行动》 《枪炮腰花》是我的电影处女作 我也在这部戏中投入了大量的情感 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红海行动》是讲述我们 我国15年野门撤侨事件改编的这么一个动作电影 然后也是《荷尔蒙爆裂》 特别特别的宏伟和壮观这部电影 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多多支持 大家好 我是罗玉坤 我和刘佩奇老师曹明金 共同主演的战争史诗电影《龙之战》 就改编自镇南关大节战役 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 多多支持这部优秀的作品 相信这部充满民族情怀的影片 可以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动